众所周知,多金龟生产并非劳动密集性产业,而是技术和资本密集性产业。 目前,新疆的多金龟企业将达到国际一流水平,实现了高度自动化与数字化。 5G技术已经应用到生产过程中,工厂中的大多数操作都是由计算机来完成。 工厂环境干净整洁,实现了8小时工作制,所谓强迫劳动完全是无稽子弹。 新疆的光伏企业都是合法注册,以法宜规生产精英的企业,始终忠实履行社会责任, 恪守商业道德种则,根本不存在所谓强迫劳动等问题。 中国光伏产业并不单单为某一国市场服务,而是为全球市场服务。 如果要对新疆光伏产业进行灭绝,恐怕要问问中国的光伏产业和全世界的光伏市场是否答应。